哈囉 今天正式介紹 這是我們家的來 是我請要幫我脫帶回來的 日本的減肥產品 我的落頭不見了 我只剩兩個禮拜 直播大聊減肥基因 力推瘦身產品 女子開網店賣衣庫之外 聲稱的減肥產品 卻涉及廣告宣傳 有違法疑慮 不少消費者跟控訴 根本成分不明 另外還在LINE 成立三個商品群組 老闆娘穿上商品自拍 標價便宜賣 生意越做越大 甚至連祈福福咒都有賣 項目眾多 如營造美家們踢爆 拿錢不出貨 老闆娘也陳七英 都有按照進度出貨 有些客戶拿到貨不認 有問題請按照公告來反應 只是聽到會上新聞 遭控老闆娘選擇不再回應 如今眾多被害人都已搜證 要求店家出面處理 拿回他們的辛苦錢 三內新聞和孟哲王 一時網站橫 台中藏報道 記者當下取得網拍賣家的 丈夫同意上門求證 拍攝家中直播間 一旁確實堆滿一堆商品 但受害買家指控 最初賣家已讀不回 冷處理 被逼急後 竟然會與待威脅 網拍賣家自覺委屈 願意給出貨進度 卻被踢出群組 但上對於他惹出的消費糾紛 百娘老母親卻是在偏鄉 非常有名氣的慈善家 曾在台中成立太原書屋 照顧超過六十個小孩 無私奉獻精神 還受過前總統公開表揚 沒想到人生的最後一段落 卻遭自家人持強恐嚇 比愛後家族爆發 搶遺體徵產醜聞 如今女兒又因為消費糾紛 成為新聞版面女主角 正新聞綜合報導